春意养阳 忠意最全的补阳方法 以此送给你 让你阳气族人长寿 忠意认为春夏意养阳 而且历春之后阳气生发 此时就是最适合养阳补阳的时间段 加上有句话叫阳气若天于日 使其所则折寿而不张 阳气越足抵抗力就越强 人也越长寿 所以我们更应该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去养阳补阳 那今天我就把中医上养阳的方法一次性教给大家 首先最简单的就是晒太阳和运动了 毕竟阳气就像太阳 多晒晒太阳是可以一定程度上帮我们生发体内阳气的 另外动则生阳 所以阳需体寒的人多做运动 也可以很好的帮助生阳补阳 其次就是多吃一些补阳的食物 比如生姜 肉桂 羊肉 丁香这种的 都属于心热药 有补阳散寒的功效 像一些阳虚怕冷 手脚冰凉 不敢吃冷食的人 炒菜的时候可以多放一些生姜 或者是用生姜 肉桂来煮水喝 另外没事的时候可以多做做爱揪 爱揪也能起到补阳散寒的功效 平常的话可以爱揪一下我们的官员穴 宁门穴 这种可以补阳气的穴味 一天爱揪半小时 揪完多喝点热水 总之这些都是不用药物就可以帮助我们补阳生阳的办法 那如果是阳虚比较严重 需要参考中程药的话 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对症下药 像脾胃阳虚参考福祉里中玩 肾阳虚参考贵福地方玩 脾肾阳虚可以参考贵福里中玩 同时需要注意 阳虚后体内容易出现痰湿和淤血 如果你舌苔厚腻 舌面滑湿 齿痕明显 或者是淤斑明显 舌下青筋粗子的 这种就需要搭配上一些活血化淤 以及化痰的中程药条理 否则容易上火 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了 如果身体不适 请及时线下到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我们下期再见